這一段山壁崩落的更嚴重了 這個護欄已經被倒塌的巨木砸得不成形了 看看這個崩壁 特別危險 沿著繩索到西畔 進入眼簾的是壯觀的瀑布 好可愛的魚 這個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櫻花溝文貴 好可愛的 各位觀眾 現在是凌晨4點半 拍牙顯示器 外的溫度是7度 12度 車內溫度計 17.6度 10度61% 我們只帶了簡單的薄棉被 就上山了 還好 車上有暖氣 現在我們看到 暖氣的耗電337W 暖氣加熱雖然慢 但是它可以慢慢提升 車內的溫度 我把它設定成18度 底下開始加熱 現在已經19.2度了 這樣會讓我們好睡一點 各位觀眾大家早安 我是幽娘駕駛 這裡是福壽山農場露營區 早上10點鐘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10點 彷彿經歷了寒冬跟酷暑 真的是一個營區兩個世界 早上的福壽山農場 蘸藍的天 清脆的山 碧綠的湖水 超美的 可是太陽有點太大了一點 剛剛我們到服務中心和服務人確認 我們要到荷環西步道 是等一下要走例行產業道路 一直到華岡圓環那邊停車 那例行產業道路它可以通道前進農場 那一條是不建議開車的 那荷環西步道它是禁止汽車進入 所以等一下我們用步行的方式 大概路程是來回三小時 走吧 過了售票停之後 我們要回轉 往華岡自查廠方向 這邊有特別提到 例行產業道路 路況不佳 這條應該就是了 所以正常將來 和我相對通常人口 尤其都非常尤其 那對爐 算是上去的 人工方向 那將來 利商工方向 廉行產業道路 進來一直走到農藥行 我們往圓環方向走 這個道路就 路況就沒那麼好 終於知道為什麼他說路況不佳 就這樣已經改到了 如果這樣的路要走到清淨的話 應該會瘋掉吧 太慘了 而且現在是大晴天 這裡有大卡車喔 這可以會啦 裡面有一台喔 這大晴天還搞成是搭搭的 現在我們到的應該就是滑崗圓環了 哇 這整圈都是路況超差的地方 一圈 然後這裡有人停 你看後面應該還可以停 有沒有 我繞一圈喔 這樣我帶大家繞一圈這個圓環 大概就是這樣 都要自己 要自己找位置停 剛剛服務台人員說 都可以停 但是不要影響到在地工程車 或者是他們在地人 車子進出的動線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把車子停在滑崗圓環 這裡 路邊可以暫時停車 我們去找一下 河灣西步道 滑崗圓環它的停車位 不是很多 就是靠路邊 找位置停 就是靠路邊 河灣西步道應該是往 這個方向走 幾乎都是碎石撲面了這裡 從我們停車的滑崗圓環 沿著產業道路往前走 它有一個路標 往河灣西步道 那麼河灣西步道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特徵 很好認 它就是叫做水管道 因為這裡的部落引了河灣西的水 透過這個水管一直引過來 所以沿著水管走就對了 車子已經進不去了 只有先生能突不進來 河灣西步道非常特殊 河灣西步道非常特殊 它的管理單位有四個地方 早上11點鐘 這個淋漠茂密耶 真舒服 不會下到什麼太陽 非常好走 而且也是蠻平的 今天完全是意外的旅程 今天完全是意外的旅程 真舒服 河灣西步道 是為了解決部落的居民 飲用水的問題而建立的 為了日後維護方便 所以淋道盡量是比較平緩的方式來建 這個淋道種了非常多的鐵山 二葉松還有蜂樹 超級新鮮 這裡有一個更大的蓄水池 哇 我們來看一下水池裡面有什麼 哇 感覺像游泳池耶 好滿喔 太壯觀了 過了這個大水池 蓄水池之後 這是屬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的範圍 所以必須遵照相關的規定 禁止搭設帳篷露營 潘眼塑溪游泳烤肉之類的 會污染水源的這種活動 這邊有一個大崩壁 看起來天方的很嚴重 在河歡喜步道 轉角常常會有驚喜 或者是參天的技術 或者是參加的瀑布 硬著藍天 襯著白雲 彷彿煩惱已在轉角間消失了 後面這一段步道 分攤的歷史越來越多 看起來地形不是很穩定 但是風景就是越來越美麗 小慈喬 小慈喬 城市越來越美麗 春天寧 古樹、清澈的河水、偌大的巨石 祖傳了一幅絕美的大自然畫作 站在這裡吹著涼風 吸著清新的空氣 超級舒壓 這一段山壁崩落得更嚴重了 這才是名副其實的大崩壁 這個護欄已經被倒塌的巨木砸得不成形了 看看這個崩壁 在地有一些住民他們是騎沒車牌的車進來 騎車快很多 不過這裡是禁止騎動力機車的 今天中午的休息點到了 這應該也是我們今天的折返點 要下去的點是要拉繩索的 特別危險 可能要穿布鞋來會好一點 小心小心 沿著繩索到西畔 喔 進入眼簾的是壯觀的 瀑布還有清澈的溪水 在水底隱約可以看見魚的身影 這麼清綠的山 這麼清澈的水 在都市叢林中是很難見到的 這個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櫻花狗文貴了 好可愛 哇 千里八射就為了一堵他的風采 真美 感覺他是上了迎賓的 這裡的水超乾淨超清澈 超冰涼 哇 太值得了 我曾造訪過許多國家 我曾跋涉過千山萬水 原來腳下這片土地最美 除非各位親自走一遭 否則我很難用言語來形容 這片天的藍 這裡森林的翠綠 還有水的清澈 更重要是大自然的芬多金 就留給各位親自來體會了 這裡 河歡步道如果繼續往前 應該是可以通到河歡山的西風 他們從北風走到西風 下洩到河歡溪過來 應該就是走河歡溪步道 然後回程 好吧 那我們就走到這裡 從Google地圖上看到現在是在 河歡溪步道 渡溪厚 這個點 這裡穿過去就是五點了 不過這麼高的山 看起來是很難 還是回頭吧 下午兩點鐘 白牆已經出現了 在山區大概下午兩點之後 天氣變幻 非常大 如果要來的朋友 最好是在早上來 下午兩點之前就往外移動 兩點四十 終於回到停車點了 大蒜耶 哇動的好漂亮 這個是高山地區 特殊的單軌車 因為它售一趟 卡車在這邊等著要運出去 售一趟太久的話 卡車就不等了 這種單軌車 運送會快很多 我們準備回山 準備回山 現在是下午三點左右 連外道路 霧氣超重的 在福壽山農場 天風扇是多餘的 衣服是永遠都不夠的 太冷了 我們準備搭理搭理 今天晚上睡覺的小房間 這是副駕駛 親手車的 一面是黑色的布 遮陽又真具隱密性 配著今晚的水色天光 在小木屋旁 來玩麻辣燙吧 在福壽山農場 清冷的夜晚 以及整車麻辣燙的香氣中 又到了跟各位說完的時候 今天早上我們帶大家到 何凡西步道去走一走 那裡真的是絕美的風景 讓人記想深刻 但是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屬於山林的 你們不太走 不屬於山林的 我們也會有講 何凡西步道它最終的風能 就是要維護他們的水源的水管 那邊是他們重要的飲用水源 所以如果各位到時候還聽不到來 很幸福 一起愛護自己的環境 我們的腳也不要踩到吸水中 因為那是他們重要的飲用水 好啦 今天的行程就跟各位分享 生活沒有最好 因為最適合 就在我的地址之下 各位這邊跟你們的地址 我是幽默的價值 各位下期喜歡 掰掰